你觉得我们这种改革开放符合了历史规律吗 你觉得我们的开放符合邓小平理念吗 你们又觉得我们这种改革开放符合了马赫斯主义以及现代资本主义吗 你发现我们已经背离了这一切 因为我绝对不能接受一种改革是让少数人富起来 而其他人负担的社会成本这是不能接受的 那么为了阐释我的观点 我今天把我国这二十年来改革开放的重大改革 我一一条列出来 我们来做个评论 第一个就是国企改革 我们回忆一下我今天讲的话 美国的职业经理人的细托责任 是资本主义的精神之一 好了 那我们的国企改革什么时候体现这一点呢 我跟各位讲 我们所有的改革 就是把西方资本主义一些表面的现象拿进来 参合着自己的想法就忽然进行改革 我举个例子 国企改革 国企改革什么叫国企改革啊 我现在终于搞懂了 原来就是我家今天很脏啊 我请个保姆来清理 清理干净之后呢 家就变塌的了 这叫国企改革 我们发现我们的国企职业经员了 他没有信托责任的耶 他做不好什么理由呢 这体制不好 什么叫体制不好 那就是国家民族的错 做得好的呢 收归己有 变成什么 变成MBO 管理层收购 甚至我们为了让他掠夺国有资产 我们竟然还提出些理论 叫做什么 叫兵混理论 兵混理论说什么 哎呀 国企有体制不好 一直会慢慢融化 与其让他全部融化光了 还不如让他在还没有融化之前呢 送给国企这个职业经理人算了 各位同学们啊 我简直不能想象啊 我们连一点最起码的判断标准都没有 这个人竟然可以不负责任 你们也没有想到 你做得不好 你可以把国企纳为己有 那么对于那个做得好的国企老总呢 然后他是傻瓜不成 我们为什么连这个最起码的判断都没有 甚至我接到了几千件投诉 就四个八个字的感觉 触目惊心 痛心疾首 我举个例子 某地方政府 看着某国企 仅于无效率 而且呢 社会报复重 就准备把它怎么样 简单的 迷迷化 那么结果 这个国 这个民企老总呢 买到国企之后 建价买断公邻 把下达公邻推向社会 由谁负担呢 由失去了供应企业的政府 以及我们社会大众负担 他呢 拿着国有资产 赚取所有的利润 还有更过分的 把国有资产卖全部产平 就地建高楼 赚的钱呢 全部归自己 这就是我所谓的 改革利益归于自己 改革社会成本 由全社会负担 那么甚至 我的学生 有一次到四川省 某县 对 但不是长虹 去谈一些合资项目 当地的国企老总跟他说 我跟你讲啊 我们把这个净资产了 透过一些会计操纵手法 已经把他压得很低了 你啊 假装多给我20%的钱呢 我全部给你 还有啊 我们后山还有五千五的地 都要骂共产党的 你知道 我全部送你 你给我一点钱好不好 这就是我党干部 好吧 这就是没有信托责任的 我党干部 那么我们引进西方思潮 我们什么时候 把信托责任引进来了 各位告诉 那么甚至我觉得 可笑的是什么 你拿了不属于自己的国有资产 你还能上台来大谈 你的产权改革经验 我不懂 我们还能接受 还能听他在谈他的产权改革经验 我们这个社会 连点最起码的判断标准都没有 这一切 看在劳工业里是怎么回事 我和你这个厂长 辛苦打听三十年的结果 直到最后 工厂变成你的了 我下岗了 你说这个社会 怎么会有和谐 你说老百姓 如何能够满意